观世音菩萨在世人的印象中有两种的形象 一个是古印度世纪流传下来观音菩萨上 另外一个是古教团立中途了后 所丁肯的所上 观音菩萨是文释求库 带主代彼的正反面如来 先到解脱众生离库第六的病院 度假足行来到世博世界度化众生 观世音菩萨普门评中有说到 留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足苦劳 文释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 观世音菩萨接时观基音声解得解脱 观世音是观世间浑浑众生的幽比苦劳 清读众生的痛苦 解脱度化到十六世界 千处祈求千处印苦海长座渡仁洲 欢迎收看观音菩萨传 上一集说到妙善前往须弥山 却因为不熟悉路况而走错方向 熟悉得到善心老人的指点 告诉他们折返须弥山 有两条路可以选 同时还告诉他们每个选择的利弊得失 最终妙善选了神压出没的神压领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选择 而佛陀教导我们要做有智慧的选择 医治不医事 所谓的是是认识明白的意思 因为是是分别意识 有主观的成分 难免会有错误 好比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对外攀圆色身相畏触法 各有所见 深浅各有不同 佛法告诉我们 要依般若智慧形式 不要依分别意识为标准 因为般若智慧如大圆禁制 任何东西摆在镜子前 不会分别好坏美丑 只会依原来的样子如实呈现 也就是说 我们总是习惯感情用事 不管对人对事 依所爱不爱来分别判断 而这样的判断必然是不正确的 所以学会理智 用智慧才能平等地把原貌还原出来 能够依智不依事 才能认识宇宙万有 幼稚代书到了日美山找八色连 连同女母亦有英连 对亚母山金光明时出唤 因三个人冰凶时的经济出门 加上对地形无设施 所以减着方向 加在有一个危险心的人数 基因正确的道路 但是三个人都没走过这么遥远的路 不知道乘近的闭馆 加上体力不够 就像坐在路边休息 结果这一座下来 像是世间同样 没想要再登堂 妙圣台书甘义母 幸不得直接倒在这里过美 姻人的体力较好 一路上都很小心 希望趕近走过这座山 她一直追妙圣台书甘义母 要继续走 大家准备买往前走时 听到头脚顶有一个声音 加加叫 三个人走到不知道要怎么 英伦很紧张说 请听人在说 蝴子这一座 选择变狗 曾那位老大人说 这些蝴子会吃人 我叫你们光楼 你们都没听 现在要怎样 我们要怎么要过这顶蝴子 英伦才说完 来自宿民百封的蝴子 亲像社交好一样 快速向他们背过来 顿时 整片天空变到蝴妈妈 都是蝴子的叫声 他们亲像找到好吃的事物一样 整天在这里交流 苗圣大叔就行亲 家伤恰恰修连定力 可以喝味不乱 出便不惊 他坐下来 对其他两个人说 你们都坐下 稍息心情 让心心安定下来 别怕陷害 两个人没办法啦 就点点坐下 幽子欧子在天空盘现 这些蝴子虽然处理 一直在家企业 在三个人的头盘 背来背起 但是他们也不够背 来读印 原来 在东北的间中 点点 没均匀的人 看起来 高清博色 所以 不敢没人欠缓 这点蝴子 没说 吉吉桑的人 也是这个得利 蝴子虽然没吃人 但是 一直背在空中没离开 为修第三个人的辛苦 非不减背走 气象有缓的多事情 学会临危不乱 才能消除危机 在菜根坛中 有这样一句话 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 才可以迷意外之变 有事常如无事时镇定 方可以消 举中之为 这是在告诫大众 没事时 要像有事那样小心谨慎 才可以防止意外发生 遇到事前的时候 只要像没事时那样镇定 在动乱的时期 不安的年代 观世音菩萨就是 呼吁人心安定的力量 它让我们相信 生活处处有光明 自己清静 风亭就有机会清静 主心平安 世间就有机会平安 感恩让他们这种经费 化博的合买 素季二七 素七八十 博名适方化解基金会 苗圣大叔用情心搭车 来面对黑鸭的包围 富人间 苗圣大叔冷戴空明 有一个声音响起 对他说 你这个人 哪里这么狡猎 黑鸭非明 他只是想买一些事物 又不说他一定要吃人 你只要让他一些吃的东西 当他背着吃东西 你就会脱身了 苗圣大叔突然大鹤 马上将心上的 黄泡地鸭开 颠着一大臂的鼓鼻 大臂向前方的天空押去 背在上面的黑鸭看着 高人都背去 小姐要吃东西 摇了白鸭的味 空中已经看不到黑鸭 苗圣大叔 并且跟其他两个人 不怕客气 用走的 往山下走去 这楼上 山路有关有鸭 他们的青春有心力 同样 一直穿到山下 柯定过没有黑鸭堆来 他们这方心 傍满卡布 向村庄前进 一直走到 里头热山才来到村庄 村民看这三个人的打扮 很奇怪 不像是在地人 苗圣大叔对大家说 平生、法河、苗圣 是兴臨国、野茂山、金光明氏的主持 要赞翁、蜥蜜山、九桌、丢生 我们在土中减到路 好够在 有好心的人数几点 吃凡贵新阿娘来到这里 现在已经晚了 希望有时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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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一室一茶 両温煮大一夜 讨一顿菜饭 明天知道我们的故事 既民听他们说 是对新阿娘过来的 大家都不相信 有人好奇问说 您是对新阿娘过来 这路上感觉到新阿 苗圣大叔回答 有 并且从刚才发生的经过说一遍 众人听完都不相信 到头接鸡 但论说 真是怪兽 这三人有什么努力 连新阿都不相信 难得 他们是一生都在行善 帮助人的行善吗 这里的村民相信 只要被神压领的神压灼伤 那必然是做了亏心事 最有应得的人 而妙善三人 在神压环似下 依然能够毫滑无伤 所以村民相信 妙善他们一定是大善人 甚至是神仙 所谓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善恶到头终有报 宇宙万物 宇宙万物就是这样 仗因 拖元 而生果 这个果 又成为因 但众元聚合 又结为果 地藏经中说 业力盛大 能敌驱迷 能生聚海 能障盛道 事故莫亲小恶 以为无罪 死后有报 先好受之 父子至亲 其无个别 众人相逢 无肯耐受 明白因缘果报的道理 我们更应该行善积德 不要造下恶因 正如古人所说 人为善 无虽畏智 或已远离 人为恶 或虽畏智 不已远离 有一位村长 因为老汉 他对众人说 大家别再吵 这三人 看起来 不是平常人物 他们是 五都受刑的人 是世间万物 都敬畏的人 何况 心也有灵通 自然不去围乱因 既然来到我们的村长 来吃食客 王政数十里 有无人恩 我们应该要好好地交代 外出来有现成的房间 三位如果没有起陷 就来我那里 稍微睡一下 苗生大叔 合适 感谢 村民也很开心 老老汉 一次让你 占到生意 三位新年 如果名字 要不离开 所以我也要轮流 来看待 全地住自己 中人离开了后 老老汉 带三人 来到他的家 但大家都坐好了 老老汉 从家里的人 都叫出来 既民 老家一家 都是 好生 幸福的人 一块 就来了三位新年 感觉这是能够 共用成长 最好的饮宴 他们的心里 都非常高兴 马上香茶 倒水 安排 吃饭 给三人吃 年后 为他们 准备一间 清晰的上班 苗生大叔 三人 就在房间 来 搭着 参赏 几天一早 三个人 吃完 早餐 准备不离开 老老汉 很不甘 口口 挽留 苗生大叔 万怀 感谢 对他说 我们真正 走不到路 担忽了很多时间 不方便救老 高虎老人家 一片的生情 实在 真不好意思 不甘再继续 希望你老人家 几点 全翁 喜美山的方向 感激不增 老老汉 知道 没法再挽留 就上世 对他们说 青苗生大叔 对家 一直向北京 大概 驚三十里 会看到一只 小山头 叫做 金鱼山 圆着山 王丹边走 过山口 再向北边 大幼走十七百里路 那就是 赛十堡 可以先在那里住一枚 要记得 在金鱼山的附近 一定要快速通过 不能担忽停留 只要走到赛十堡 到的地方 没有事情 平安过关 继续 要怎么走下去 您到那里 再向人 探听就可以了 圆安谭经中说 若能以饭食 卧据 依要供养四方生众 借此 十方生众 清静共修 功德回向之力 能使供养者 往昔七世父母 六亲眷属 得远离三恶道 县世父母 及其本人 长寿 无病无脑 依死 自然俱足 身心安乐 四十二章经也说 犯凡人百 不如犯一善人 犯善人千 不如犯一持五戒者 犯五戒者万人 不如犯一虚头还 犯百万虚头还 不如犯一司徒函 犯千万司徒函 不如犯一阿拉罕 犯一亿阿拉罕 不如犯一阿罗汉 犯十亿阿罗汉 不如犯一匹之佛 犯百亿匹之佛 不犯一三世诸佛 故事中的犹老汉 因为好善佛法 以出茶淡饭 来供养妙善等人 无形中也为自己积累福德 好善佛法 妙善大叔三个人 告白了老老善后 一路向北前进 起初怕狗的是 一片公开的山目 除了滚滚红山以外 什么火都没看到 宿命百风一点水炒也没 三个人在山目中行驾 为奉良接疗的大地 带来一点点生气 他们求助的意志坚定 一定要完成蜜蜜山的条山 所以一路驾来 都没感觉坚然恐怖 如果一般人驾到这种 没人没生气的地方 内心多少都会驾行 不不小心 三个人驾了一段路 分分地看到 三百平有一个山头 虽然不是很高 很高台 但也是冲天旗目 风景很纵观 这就是漏漏的所说的金鱼山 有人感觉到这种 有生气的山林 三个人的精神都来了 脚步变轻松 体起精神 向山的方向去 一只就来到金鱼山 这种山不改观 但是山这个现状很特别 山风沾沾沾沾沾 山顶服判OK 山顶服判、烟液全天 处处飘散到压花香味 鸣观真好 苗性太宣看到四个的风景 它的口中连着 走这么平美的风景 选 Three years later 也随不 market 无法看过这么好的风景 想不到 进这 rammer当中 也有这种的好风景 可见天地之物 总是出人意外 让人惊喜 妙生大叔 看这风景 亲像人感神经 不由得心生爱人 点点心美景 不及时要快速通过这件事 英年吹大叔 别又流乱不小 流流汗有说 到了金轮山 一定要安静快速通过 他会这样说 表示 在这里一定有什么暗中的危机 我们也是冠军通过 以便发生其他的变国 妙生大叔说 流流汗不过是这样定量 他也没说有什么危险 我看这座山的风景这么漂亮 应该不会有什么幽默鬼怪 减何况 现在日头这么大 先想看听一下 不要紧 英年也是不放心 他说 虽然是这样说 我们也是要达近身的更好 贪乱风景 会冠五顶三的行程 大叔评认为 流浴的心目 都是自己照着来的 现在 大叔对这些风景 心生爱意 流轮不敢离开 又重了淡淡 婚不是评认为 不可以随便起一箱 如今 你当时起了两箱 这要如何是好 我们也是冠金离开吧 妙生大叔听完 马上见到 他修设心情 说 好 我们冠金走 准备要离开 已经胜过万了 天地突然间发生变国 佛法教导我们 人生除了生老病死 四大基本苦恼之外 还有一种求不得苦 也就是欲求无法满足时 所产生的痛苦 所谓诸欲求时苦 得知多部位 失时怀热恼 一切无乐时 欲望并不能带来快乐 无论是追求的时候 得到的时候 或失去的时候 都是苦恼 欲望强的人 一心想要得到 又害怕得不到 于是拼命追求 以致苦恼重重 对已经到手的东西 又怕失去 心中充满恐惧 一旦失去 则哀痛 懊恼不已 明明是多余的东西 没有它也不至于 无法度日 但贪欲 却让凡夫的心 永远不得安稳 为了化解 求而不得所带来的痛苦 佛陀教导我们 少欲知足 感谢您的收看 观音菩萨传 我们下次再会 在动乱的思习不安的年代 观世音菩萨就是呼吁人心安定的力量 它让我们相信 生活处处有公明 自己清静 风亭就有机会清静 主心平安 世间就有机会平安 感谢您的观世 节目继续经历 划布的合买 数二二七 数七八十 好名 适方化解 既金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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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音菩萨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音菩萨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